我是林平芳 上次关于震惊世界 防止腹泻 致咳嗽的好方法 是我女儿真实的例子 女儿出生时候直到她长大成人 喝牛奶粉就会腹泻 伤风咳嗽 今天我已经找到医治的方法 当我们腹泻之后 就会伤风咳嗽 很多年前我已经开始怀疑 是胃的关系 我们的胃是很重要的 现在我敢敢告诉你 解释给你听 我们的胃坏了就会腹泻 用不裹腹肚子 防止腹泻致咳嗽 如果我们的胃出了问题 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 用这个方法来保护胃部 假如我们的胃痛不舒服 尝试用不裹腹肚子的方法 今天我平芳非常开心 可以帮助很多人脱离痛苦 谢谢